我们也是现场反射饮水机 因为在准备老人家的一些饮水 或者是暂时服药等等的 要开水是很重要的 基隆市长林佑昌一早来到仁爱之家 视察全国唯一机构型收制站 这个置物柜放老人家简单的一些东西 方便他们护理人员 照顾服务员他们的一些运作 来到房间 宽敞明亮空间 还有独立的位移设备 拉上布帘 单人房又可变成双人房 我们对于这个长照机构 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建置了一个中继 还有缓冲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原本的仁爱之家 之前已经废弃了 那为了这一次的一个疫情 我们特别把它重新整备起来 那目前长照机构或者照顾机构 中央的一个指引是就地的安置跟照顾 然后医疗的团队进去 做医疗的一个整治 不过这个我们大部分 全国各县市的照顾机构 或者是长照机构 都是49个人以下的小型的机构 这个不容易在原本的一个空间里面 去做这个分流分舱 或者是安置的一个这种处理 所以我们为了因应这种状况 特别在这个地方把空间跟场所 把它整备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那因为基隆跟双北是在全国疫情里面 算走得最前面的 那所以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状况 这个其他的现实不会碰到 所以我们也因地制宜呢 就真正实际上能够去满足 或者是完成整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来做相关的一个准备跟整备 全国疫情延烧 照顾机构很容易造成 著名的群聚感染 借用市政府利用已经裁测的 仁爱之家仁德楼 整理之后设置全国 唯一机构型后送收置站 目前有20个房间 40个床位 这一次结合了市政府内部 跨局处的一个合作 另外也结合了这个 包括安心上工 还有包括劳政的 包括我们的保全等等 都已经建置完毕 那我们把它分成是 包括一个房间可以有两个住民 或者是一个房间 如果有需要的 单独一个住民来做使用 另外也有准备了 包括这个照顾相关人员 他们的一个宿舍 那这个对我们机构 这个真的外一发生状况的时候 然后需要一个缓冲跟转介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提供 非常充分的一个支持 也可以让我们的照顾机构 的这些住民 还有工作同仁 大家可以安心 而基隆长期照顾协会 还帮忙铺床 整理房间 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这项工作 这个厂区的功能呢 在去年的市府 以及基隆长照协会 都已经有相关讨论过了 那么今年在整个厂区的 部件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厂区 市长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要提供 在整个基隆市 如果有长照机构 遇到重大染疫 或者是机构的功能 已经完全瘫痪的状况之下 方便机构将干净的住民 或者是工作人员 以往这边 进行生活照顾 那么重症的部分来说的话 会有我们基隆市的 卫证单位跟设证单位 协助进行在机构的照顾 或者是转送医疗院所 而这一波疫情中 养护机构感染风险高 对市政府能够预作准备 也让不少长照机构业者 相当安心 说基隆市这边来说 由我们设证卫证官方 乃至于民间长照团体 共同结合起来的 三角资源的一个体系来说 是能够方便整个受灾机构 在第一时间 不管是物资 或者是医疗资源的调动 乃至于有这样的缓冲空间 以及其他协助人力的进驻 这个都是作为 接下来我们在面对疫情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 绝对的不存在的情形 作为一个供参考的模式 所以在这边来说 我觉得其实整个疫情的应对过程来说 需要是民间与官方的共同协力 而不是只是官方自己一方面拼命的努力 这边是一世两人 这边可以一世一人 然后后面甚至还可以有工作人员的住宿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机构的一个需求的状况 比如说今天是没有确诊的人 我们要移除完 我们就可以把他移到这边 如果万一真的 这个机构需要降载的话 我们另外还有比如说 这个我们里面的住民如果说有染疫 或者说里面的工作人员有染疫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区分 工作人员的话 我们还可以送那个加强型的防疫旅馆 那另外住民的部分 我们试状况 我们也可以全区 比如说这边都是 这个确诊的住民 然后我们可以请医疗团队进来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 好我们是把没有生病的 没有染疫的这个住民把它移出来 所以这边是健康的没有染疫的住民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安置跟灌烤 金融设置全国唯一的机构型收治站 斯坦福和第一线照护人员站在一起 希望齐心抗议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